在人体中有一对过滤排泄器官称之为肾脏 肾脏的过滤作用发生在一百多万个球形结构内 这些球形结构称为肾小球 正常状态下肾小球毛细血管中的血浆蛋白成分 被完整地滤过屏障管控 跟随血液流动 只有分子量很小的物质 如正常机体的代谢产物、基干、分子量极小的蛋白质 能透过滤过屏障 进入到肾小囊腔 随尿液排出 菊脏阶段性肾小球硬化 是以肾小球菊脏阶段性硬化为病理特点的一种足细包病 临床表现为大量蛋白鸟和水肿 预后相对较差 经试验证明 肾脏的切除 病毒感染 基因突变等因素 会刺激人体肾脏固有细胞 产生部分细胞因子 这些细胞因子有循环因子 通透因子 这些细胞因子 这些细胞因子随血液流动到肾脏 肾小球毛细血管 损害肾小球固有细胞 突出表现在足细胞积膜 裂系孔膜 顶膜受损 足细胞的损害在其细胞气内部 激动蛋白的重组 导致足细胞足突融合 裂系孔变大 肾小球绿过屏障 通透性增加 蛋白露出 严重时会出现足细胞脱落 肌底膜裸露 裸露的肌底膜 与包慢囊发生球囊粘连 此外 病变处的毛细血管盘 闭锁 塌陷 此处滤过的血浆蛋白成分 无法正常进入肾小囊 使肾小球 焗躁结断硬化形成 FSGS常见的病理特征 主要分为以下五种 1. 门周形 硬化部位主要位于血管脊周围的毛细血管盘 2. 顶端形 硬化部位主要位于尿脊 3. 塌陷形 微皱毛细血管盘皱缩 塌陷呈结断或球性分布 4. 细胞形 橘躁性细膜细胞和内皮细胞增生 同时有足细胞增大 5. 非特殊型 硬化可发生于任何部位 1. 细胞控股 5. 细胞 1. 细胞 2. 细胞 2. 细胞 7. 细胞 1. 细胞 1. 细胞 1. 细胞